本节目有 我们的杨实力ICV 东南VX3特约活动 我们的世界 同时也留下了一些谜底 等待我们揭晓 鼓声好感的杨柳英焕 能否终成眷属 是姚千佑这对欢喜原家 还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会不会有更多男人 拜托在千佑老师群下好戏 马上开始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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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 glory Hallelujah 我们今天马上就要开始分配房间的环节了 而且据我所知 你们已经给自己喜欢的女生 虽然不知道她还是谁 准备了一件衣服对吧 我们看到了这四件衣服 老师说过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穿旗袍的 她这个有一点镂空的感觉 女生一定就是可以穿上这个 然后很性感地出现在迎品以前 有一点点这种朦胧的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欲罢不能是你的感觉 这个里边的这些都是纯手工做的 不是亮彩 外边是一个斗篷 这是纯样容的 这个叫锯纸纤维 什么你那是锯纤纤维好不好 好 那么下面一个环节就非常重要了 花钱买衣服的价格 直接决定你们今天分配到什么房间 啊 这么玩啊 一万一千零二十五元 总统套张英焕 进攻房林世瑶 儿童房高级风 女仆房物体 衣服配对 女嘉宾则通过挑选男嘉宾缩选衣服 来进行配对 并现场换装后 去到相应男嘉宾坊间 一万一千零二十五元 相应当上甲 游动 白沙 他说 由衣服 一万一人 一万一 一万一 二万一 一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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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一 三万一 在房间里 一直 脑海里出现的画面就是 杨柳穿着我那套衣服 对门而进 我就跟他 深切地拥抱啊 然后我说 最近过得好吗之类的话 刚听到敲门声的时候 门后的那个 就是杨柳 这是谁 哈啰 哈啰 东西要拿吗 我爸拿 你太紧张了 这是你选的衣服吗 这是你选的衣服啊 对 多多少少有一点失望 杨柳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知道 他就是杨柳跟我一起要醉套的 那你希望试试他过来 那你希望试试他过来 我觉得我不是他想要的类型 他应该会更希望杨柳会选到这件衣服 我觉得 那谁选那个 那个睡衣了呀 这是杨柳 这是杨柳 我刚听到他说杨柳拿到吊带的时候 然后脑海中就浮现出他穿 那一套衣服的画面 我就想 妈呀不会吧 豆腐被人吃了 豆腐被人吃了 这是这一期在吗 你们是怎么抢衣服啊 好 好 好 你好 你好 我买的英语菜便宜 所以我们就在这种团队 不是 没没没没关系 没关系 我就知道肯定有人要 石头剪刀布 好的 不要啊 我觉得万众期待吧 这是什么 好像缘分没到是吗 你要送 好 好 我 好 一开的那一扇子 这个哇好漂亮 我觉得它是像那种国际超模 今天天气太冷 你听我声音我也有点感冒吧 不是 所以就是 不好意思 我觉得那肩蛮厚的 我喜欢穿这种 还不错 就是蛮细心的 蛮体贴的 我觉得不能让它冷的吧 因为也是因为我害了它穿那么爆了的衣服 会是什么样的女孩呢 这一次 会是什么样的女孩呢 我希望是一个可爱一点 我希望是一个可爱一点 然后穿上这件衣服会稍稍显的略性感 最重要的是可爱 除了不想要零钱以后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这个节目太残酷了 林轩又是一个很虚伪特别失礼特别意志的女孩 已经开始嫌弃我了是吗 废话当然嫌弃你啊 废话当然嫌弃你啊 什么 怎么又会是她 为什么 为什么又跟她同一个房间 第一次 她选了我的钱包 第二次还能选我的衣服 这 这要多巧啊 咱俩上辈子是得多又圆啊 什么 怎么又是你啊 什麼叫 怎麼又是你 我還覺得奇怪 怎麼又是你啊 你還滿心期待是哪一個女神對不對 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件衣服你還穿得滿漂亮的 你看跟其他四套比起來 這是我會喜歡的衣服 這是冥冥之中我們有這個 緣分嘛 緣分嘛 這樣的女孩 如果是給你當女朋友 你會要嗎 我覺得我注定是 幹嘛 你不想跟我是嗎 那走 不是 你做 好 行 你 就是命運的安排 就認了吧 所以冥冥之中 就是老天就是要我們怎麼樣 就怎麼樣呢 就是八字不合 無可奈何 怎麼會要是你 誰啊 當時我躲在廁所裡面 如果我遇到長得特別醜的話 我就把廁所門一關 躲到那邊一輩子不出來了 天哪 這個是我的房間嗎 驚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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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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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 下次我從廁所裡跳出來了 我還給她分了 我第一眼看到一個外國美女 站在我面前 之前真的沒想到 我沒想到 居然有這麼漂亮的美女 你叫什麼名字 我姓高 高 我叫高激芬 高富帥 好 你可以這麼理解我 好 我叫Victoria 當我看到我搭檔的時候 我發現她把我的衣服 穿得這麼美的話 我真的十分滿意 我沒喝水啊 隊員 各位CP大家好 請你們在房間裡 找到一副手銬 並把兩人鎖在一起 我們通過 多轉身體距離的方式 快速建立感觉 你的手能给我看一下吗 我会看相的 我会看手吗 身边不短 挺长的你看 你是不是就是想摸摸我的手 不是我是真会这个 真便宜的 我就是觉得他想摸我 我想想办法怎么把自己弄得安全点 安全点 我觉得外国人应该挺开放的 因为我这个人也是一个正人君子 是不是 说吧 其实我觉得那么一小点地方就行了 你看这么大一张床 不行 我觉得你还是那么大一个床 也不是特别 不 你想跟我睡的一个床是没戏的 是没戏的 你是天秤第一天吗 对 真的 对 难怪 什么难怪 你比较像处女 我为什么像处女 处女就是给很多人都有好感 我是一个很专情的人好吗 我也是一个很专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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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是自己专情的 你出门不怕被雷劈吗 你出门不怕被雷劈吗 你也是吗 干嘛 你又生气了 对啊怎么样 对啊 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吗 你看 哎哟 你看 哎哟 就还是讨厌 就是讨厌他 他讨厌我也可以啊 毕竟我也讨厌他 他讨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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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看见春春 坐 对 哈拉苏 这是我跟你提的那个 长得比吴云凡还帅一点 没有 没有什么可能 那个高的男孩 吴云提 挺帅的 挺帅的 这俩人他又回到一块去了呢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特别不舒服 而且有一点点尴尬 请坐下来 请坐下来 嗯不错 我看到养鸟的时候 我都感觉有点 不太好意思 怕他吃醋 或者怎么样 瞧你看开心的样 你看哎哎哎 哎你每次都被分到美女 你这张脸 哎呦我天呐 对啊你哎 你看你乐的真是 觉得他俩还挺钝对的 因为养鸟当时坐在我旁边 当时特别的紧张 他在这里 弱一点 我吃吧 得了吧 得了吧 可以吗 还要不 这个是肥肠毛血旺 哎杨柳 你在打开门的那瞬间 你有什么感觉 不磕唱也不什么的 不磕成 就是 还蛮好的 这个男孩 哎但是 太喜欢 长男看的 太帅了我会 压力很大 没有安全感 坐在斜对面的那个 陈东方挺有演员的 她的性格也是我理想当中那种犯的那种性格 第一眼我就觉得她还蛮安静的 一个性感又不爱说话的女孩 我猜每个男生都应该想扑到她 你是哪儿人 老家送贝的 对 无时 江苏无时 那我们可以听上脸线吗 脸线是一个很热情 然后很开朗的一个男孩子 然后看到她我会觉得 如果我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没有那么多的尴尬 自己应该跟她更配一点 可是你这么漂亮 你怎么会担心压力大呢 因为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漂亮 我觉得你还难得了 因为我坐在这 你坐在这 你走了 你走到哪儿我都这么说 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想要吃饭我就吃饭 我完全没有顾问她的感受 我想把它放到马桶里 然后按一下冲吊 增进了了解之后 我们将进入下一个环节 叫做诱惑电话亭 诱惑电话亭环节 这是一个属于一对异性之间 独处交心的机会 男女嘉宾指定一位 除自己CP之外的异性嘉宾 共同在仅能容下 两人贴身站立的小小电话亭内 进行三分钟的私密独处 随其所欲 乘所欲言 随其所欲 乘所欲言 听说那个你病了什么 嗯 好点啊 对不起 你问点问题 问我点问题 那个怎么样 就那样吗 就是 到房间里边也没有什么 可能不熟吧 也是 互相 可能不熟吧 也是 互相 来之前期待吗 再过来 期待吗 我都快累死了 我又睡那么小的地方 终于有机会 我跟她来去聊聊天了 说实话 她今天穿的高鞋 有点高 她身高跟我齐平 然后呢 距离还那么近 哎呀 心里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哈哈 那我们 呃 接下来请 季风 我妈倒了我 对 我就太远远 高冷的美女吧 有情 别忘了摸啊 你一直看着我 我就会很紧张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是哪个人 我老家东北的 不熟的人画很少 太帅了我会压力很大 不要按照杆 不是呢 我看你有一句话说的 这个样貌上面的要求 好像 你其实也有要求 谁喜欢臭男啊 他对我这个印象 蛮好像65分左右吧 挺高的一个快速 接下来相处的过程当中呢 我要用我的热情 来融化他 通过我的歌声 通过我还算 玉树林峰的外表 我相信 可以的 我感觉好像才过了三十秒 我感觉好像才过了三十秒 你还记得你知道吗 我已经不要他了 不要他了 我不知道 睡觉好了吗 你好不容易有机会了 我有期待他选我 不要挠耳朵了 我这个天 选他 你选他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我靠这个真的好紧 哎不用不用这样吗 聊聊天吗 嗯 嗯 嗯 这个你觉得 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从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 很喜欢你的性格 很开朗 就很顾忌别人的感受 哦 那明天我会尽量把你变成我的CP哦 其实我也很希望你选我 但是如果有别人也在抢 不是抢 抢什么 就是也很在意你的话 我觉得我也不会 就是如果有别的女孩喜欢我 你会放弃 对 你不可以这样的好不好 我选择的你就要坚持下去 不管别人选不选我 哎呦我害羞 我 来抱一下吧 那个时候的心情很复杂 当然也还蛮开心的 我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但同时我要想着 把他抓过来 成为我的新CP 吴迪 你来跳 就除了他以外的三个米岁 对 我觉得我还蛮想给大家探讨一下 给大家探讨一下 吴迪 你 跟我吗 对 你想我教你中文吗 我想他教我俄罗斯语 怎么会这样子 超失落的从来没有发生过 四个女生 我却没有被选上 我还以为吴迪会选我的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办呢 不行不行 不可以放弃 这太太那个了 没关系你就感觉 你在酒吧里跳舞的那种感觉 真的要跳起来吗 要来说 来 因为我觉得你在里面最开心吧 我觉得就是整个状态 就觉得跟你聊天啊什么 一定会很开心 应该会 所以你选择了我是吧 对 因为好多人觉得外国女孩 可能会很快就很亲密的 就开始接触的那种 但是其实我不是 但是我跟我的亲人 最起半年之后才有了亲密的 我也是一个少数兵器 更保识 你不是几岁 不是几岁 感谢 对 因为我觉得人是要 蛮了解的 其实有时候太快 反而会错过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得还蛮深入的 他有跟我说他的恋爱观 这样 而且我喜欢他的感情观 他的性格 长相 身材 我都觉得是最贴近我 未来女朋友的这个感觉 他老夸我 当时我的好感度 从八十分给他加到了九十分 明天上午 你们将会为了自己选择新的CP 比拼 所以请大家好好休息 杨柳 我觉得你的CP它是富二代 为什么 看得出来 为什么 现在二十五岁 世界各地 金钱自由 我也世界各地 我才二十一岁 我还自己拼呢 他就说吴提 绝对是个富二代 怎么怎么样 就是好像在刻意强调些什么 那你是超母 对 他绝对是富二代 他绝对是富二代 吴提先生 就是想要让他知道 我其实对他有点兴趣 想要了解他 其实一个女人你要保持新鲜感呢 你必须在生活中尝试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之后还有回L.A.吗 会啊 我以后我也想要在L.A.生活 我觉得那边才是生活 在亚洲你就是活着而已 活着而已 对 对 你喜欢开车吗 我开车技术很好 很好了 很好了 我也是 我特别喜欢开车 开车去Vegas 对 San Diego 对 我特别喜欢它就是白天阳光 然后晚上是凉快的 对 就你晚上可以 穿微衣 对 你就不会热也不会冷 对 太好了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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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聊的话题和内容都是很轻松很快乐 然后很嗨 如果能跟他在一个房间 那肯定时间会过得很快 然后会过得很开心 好开心 你 你 在一个房间的房间 然后有个房间 你会有什么关系 不是 不是 你会有什么关系 你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一个人 内涵的一个人 如果你是女生 我很可能就追你了 我不要你追我 求你了 好 很恐怖 就是这个人 他会不停地夸我 他会说我 你知道吗 你是什么好的 而且那种眼神 会让我有一点点恐慌 但是我又不能表现出来 而且对待对手 很可能在最后的时候 属于那种 能成人之美的那种 能成人之美的那种 你的意思我懂吧 对吧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两个了 你们两个聊吧 其实我是更想知道 林世耀的想法 如果我跟林世耀单独在一起的话 就觉得有点尴尬 从他们两个聊天中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直接一点 所以你就是喜欢他的 有好感 没说错吧 好感会好感 喜欢会喜欢 对 这不能弄得最好 那到底是好感还是喜欢 你觉得呢 你难道没体会吗 电话题你没体会吗 电话题你没体会吗 你跟他电话题 是不是体会了比较深一点 我明天游戏 肯定不能让你在我上面 只能这么做 其实我讨厌林世耀这个人呢 还有一个原因 他非常像我之前抢走我女神的那个情敌 我一定要把女神抢回来 你们先聊 我马过来 我上个厕所 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游戏 为什么 刚刚聊了那么久你都没关门 因为我这个 当时高纪峰关门我就很不想让他关 因为我希望林世耀他是会很快回来的 为什么不能让他直接进来 我感觉隔墙有矮老实让其他人听到了 那你要跟我说秘密啊 你就先告诉我 你这内心你最喜欢的这个 最喜欢的这个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东方女神她是一个外表的冷淡 内心火热的一个人 我觉得她应该还是挺喜欢我的 想跟她多聊聊天 多促进一下感情 他们跟我说你那衣服一万多 然后这个男的把衣服一买的 问我心里有什么差距 我说 能有什么差距 那你不觉得一个人用心了 一个人没有用心吗 那衣服特别适合你的风格 我说是这样的 然后你还没穿上 我的乔丽 我的乔丽 等明天帮过来了 你穿上给我看 好让我这大长腿 去得舒服点 挺好的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这个感觉 第二天的环节中 我一定要把她给抢到手 对 要先论一下 不然会不熟 不是 不是这样子 你要抓住男人的心 首先就要抓住他的胃 五个够吗 五个够吗 哦 好酷啊 这是盐可能不够 我觉得 你要你要沾酱油还是就是 直接吃吧 直接吃吧 对 其实我是做早餐特地为吴迪库尔做的 这是美食 够吗 可以 我一个人吃过 好吃吗 你吃过吗 好好吃 在哪儿 鸡蛋快要被吃了 在那一刻我真的是毫不犹豫 我觉得一定要选 很甜 今晚我想跟她睡在一个房间里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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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尝尝 做好了 只有一种 还有泰式的咖喱点 真的蛮好 她老是看着我的女神 所以说我要把女神的目光吸引到我这边来 拿了吗 竞争队头 竞争队头 什么东西 你要你要跟我比吃是吗 我我跟她比 随先把这个面包吃完了 高继枫这么拼命 有负担 非常大的负担 因为我很不像她一样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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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哔啦 再喽 k.o 我又一个特别想引你的心 你死了 这是在比嘴大 不是在比吃的快 其实真的要你要比谁喝的快 这个这个 他先倒了就开始 不要 不要这样 不要 这是为了谁 你们一会就知道了 你输的派车 你输得太彻底了 你怎么这么拼 我刚才你拼我也拼 没想到居然他比我还要拼 我觉得女生应该喜欢像我这样的胜利者 不管高继峰怎么努力怎么拼命 我都不会感动 今天一定要跟他干干干 你死我活 我觉得这几家的比赛我一定会赢你 好 那就看吧 现在我们在画面上就出现了四个男生 准备洗澡的样子 减肥皂 让肥皂也来减减肥吧 四位男嘉宾需要将相同重量 带有颗粒杂质的有机肥皂 再出衣服裤子外的身体皮肤上尽力摩擦 每位男嘉宾只有一壶水来冲洗身体 在15分钟后 我们将来乘量每个肥皂的重量 重量减少的越多的男嘉宾 将在接下来的CP交换中 拥有更大的权利 好 准备好 计时 开始 哇 这个画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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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练着干什么 怎么像你一只猴子呀 你们两个的样子好像是要抢同一个女生一样是吗 我觉得如果是真正的在比赛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林试尝会 你们两个的样子好像是要抢同一个女生一样是吗 他们俩在我屋里边已经两天了 不好意思进去 他真的好想赢 都红了 高启峰在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就和他已经暗地里比拼过一轮 觉得我敢拼努力 我就应该能够得到第一 然后把东方给抢到这里 我的天啊 当时我看到临时要那么拼命的话 我也急了 我为了信奏女神 我应该豁出去了 一秒钟都不能让她 用叶毛啊 摩擦力大啊 对 用叶毛啊 用叶毛啊 对 我好危险 好危险 我的天啊 他那个肥皂擦在身上会有点痛感 我的整个手都喇红了 就是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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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的都都快着火的那种感觉了 我 还没到时间啊 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 benefit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油温 我认为我赢不赢 我一定都可以 不管你赢不赢 你都可以 这什么意思 他长得自己长帅 只有一种情况 是这种情况 就是那个女生 是没有人要的 那我认为我要就好了 我觉得她是有判断的 所以她就 比较没有那么防备心 她就觉得反正 我一定觉得 一定是她的 英幻哥 你一个好好的整形医师 你在节目上洗澡 你有没有要喝什么 只是为了拼 你知道吗 实际上 我生活都是很高的 是不是为了那个她 对 就是为了她 对 我就心心想 我就说别太卖力 保持个中间就行了 赶紧把我 从那个小黑部给救出去 谁能有我拼 谁能有我拼 十二 加油 物理 坚持到最后 加油 还有十秒钟 各位女生 请祈祷你们的好运 五 四 三 二 时间到 终于来到了 CAP换选的时间 我们会从莫名向上 来倒许宣布 取得第四名成绩的事 五提 请你率先进行选择 通过昨晚的聊天和今天早餐 她那么热心的一些举动 我觉得这个女生一定是一个内心很温暖的 就是我觉得今晚我想跟她睡在一个房间里 走吧 走吧 配对到我想要的对象了 终于不是人事也不是胡强了 很多小鸟在旁边飞 那么第三名 张英焕 进行你的选择 前三次我已经错过了那些机会了 没有跟杨柔配对到一起 如果这一次机会再没有的话 可能没有下次机会了 张英焕的选择结果是杨柳 你完全可以确定这个人 她其实心意是很单一的 今天也充分可以看出来 她其实对我蛮上心的 就是我自己心里也有一个态度 第二名 成绩获得者是 我在意的人 就只有高纪峰 第一第二名 无非肯定就是我和她之间 因为她和我 要抢同一个女人 林世瑶那么拼命的话 不知道我到底跟林世瑶谁 到底是第一名 第二名 林世瑶 当我得知我是第二名的时候 我瞬间就觉得 感觉就好像失去了一切的那种 一样 心一下子就被掏空了 特别高兴啊 我觉得一切几乎都在我这边了 以后的日子 我都可以跟女神在一起 同居了 就看你能不能够 保住自己的选择结果 有请 其实我也很希望你选我 哦 那明天我会尽量把你 变成我的CP哦 加油 能让我想一想吗 可以啊 昨天晚上我高纪峰明确说了 她一定会选东方 而我第一个想选的也是东方 其实我也很希望你选我 我又一个特别想赢你的心 你死了 你死了 别走开 下集为您自动联播 我眼睛肯定不行了 我什么药都有 我特别会照顾的人 直觉给我感觉就是很假 我就见给你吃就好了 我好玩吃 你超可爱的 你死啊 哎呀 停住呀 你是个很不想睡觉 我替你睡 你不欣赏你自己 我都欣赏你 他们两个在里面 不可思议啊 很气愤啊 翘我翔脚啊 她很像一个鬼魂 不管我走到哪 她都会跟到哪 她叫我跟她一起去睡觉 有时以来 最夸张的要求 你今天为什么 一定要这么冲我呢 真是不爽脸 终于来到了 vital的环节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念 我喜欢你 让我来保护你 不管她选什么 我都已经想好了 其实我心里面早就知道 3 2 1 最后会点 PP速车 网易与音乐 发现周末 小时光 跃动圈 蜘蛛电影 圣美生活 对本节目的大礼支持